《開門狗》 上週電玩瘋為玩家們 剪接了開門狗的基礎系統和初期攻略 而這個禮拜就要進入開門狗遊戲當中最精華的部分 也就是要傳授給玩家們 最需要心機的多人模式攻略技巧囉 在遊戲裡製作團隊試圖用各種方式 將未來的芝加哥打造成一個各路高手 透過網路連線進行耳魚我炸 駭客對決的高科技戰場 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正是將單人劇情與多人模式 以無接縫方式銜接的設計 如果你想要進入多人模式 打開主角艾登的手機 便能夠立刻參加線上戰局 但相對的若是以連線狀態進行遊戲 就有著被其他玩家入侵的可能 所以記得保持警覺喔 與單人的技能數不同 開門狗的多人模式有獨自的經驗值和升級系統 像是能夠提高艾登對車輛的攻擊能力 增長賽車氮氣加速的時間等強力的技能 不過這些升級項目只能夠透過多人模式來取得 而玩家們在連線當中的對決 就是以升級所需的線上經驗值作為賭注 多人模式公分為駭客 跟肩 競速和資料解密四種類型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 也是最常出現的入侵方式 就是駭客對決 在這個模式裡 入侵和被入侵的雙方玩家 就會就地展開一場賭命躲貓貓 入侵方的目標是要利用木馬程式 保持在對手附近一定範圍內 下載對方的手機資料 而被入侵的玩家 則是要在資料被完全偷走之前 想辦法利用手機的辨識功能 找出並擊殺資料小偷 由於雙方開戰之後 在敵人的眼中變成隨機的NPC外表 所以想要成功騙過對方 看是要假裝正在散步 還是買報紙都行 總之啊不要被看出來就對囉 不過萬一對戰的地點 正好是人煙稀少的空地 或者是玩家不小心做出像是跑步 蹲下等玩家角色才會有的動作 那就很容易被抓崩 所以小嫻建議玩家最好的方式 就是仔細觀察地形 多找找具有高低差的地點 甚至是躲在熄火的車子裡 利用敵方的視覺死角 還比較保險呢 記得喔 裝不如躲 這句話就是入侵者的要訣囉 當然被入侵的玩家 就要反其道而行 善加利用高處的監視器 檢查四周行人 或者是到人群當中 開槍下走路人 看看每個人的動作 也是一個不錯的分辨方式喔 而同樣的技巧也能夠套用在另外一種 不動手指跟尖的監視玩法上喔 至於像極樂電影玩命快遞的競速模式 則要兩名玩家的其中一位扮演追氣方 設法動用所有的警力 包括沿路的直升機 警車 交通耗置 和路障等CTOS功能 全力阻礙另外一名扮演亡命駕駛的玩家 在十線之內抵達終點 而能否將駕駛逼近死角 或者是在天羅地網當中 找到沒有機關的小縫隙逃出雙天 除了臨危不亂的判斷力之外 就全看雙方玩家 平常有沒有多慌慌芝加哥 提高地圖的熟悉度囉 說到高超的駕駛技巧 在最後一種 讓三至八名玩家分為兩隊 以搶桌機密資料為目標的 資料解密模式中 也是很重要的能力喔 資料解密模式獲勝的條件 就是比比看哪一邊在解密程度 到達百分之百時拿著機密資料 特別的是只要距離夠近 即使不打倒對手 也可以用隔空駭取的方式 偷走資料 所以玩家們 不妨找找有車斗的小貨塔 讓持有資料的同伴上車躲在裡面 利用機動性和速度來拖延對手 換取解密資料的時間 也會是一個很有效的戰術喔 經過了這次的介紹 大家是不是對線上多人的駭客戰爭 更加有信心了呢 好好運用你的心機 稱霸芝加哥吧 我們來講解釋一下